大家好,各位早晨 《The Insider》他当初做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父亲不知道在哪里做了卫星碟 他可以用卫星碟插到电视上 然后可以偷了那些 要付钱才能看到的电视台 所以以前好像读中学还是大学的时候 我家里有很多电影可以看 无限的电影可以看 还有新的电影 因为那些是收费台 以前那些是Pay Per View 要付钱 每一次看都要付钱 那时是有这部电影 所以我对这部电影是有印象的 是有得看的 但是那时候做的时候 虽然他口碑也很厉害 又说拿奖 很多提名 但是这部电影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以前小时候 因为我不特别喜欢看Russell Crowe 然后我看他的简介 他就说是跟烟草箱 是一些我不觉得有趣的题目 我看他 好像口水多过浪花那种电影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虽然我知道有这部电影 我早前 在Disney Plus 看到有 我看他 虽然两个半钟 但是我没有工作 所以就开了看 谁知道一开 就很喜欢 我觉得这部电影 很好看 所以我十分推荐 虽然是旧电影 但是我也想在这里 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 他这部电影的剧情 就是说 Russell Crowe 做的角色 他本来在烟草箱 做一个科技 以及是一个很高的行政人员 即是他是 Vice President 很高级 后来就因为一些东西 跟他老闆 骂了 然后被人解僱了 但是 那间公司 虽然是分手 但是也会付钱 又或者是 总之有些东西 可以益他 例如医疗保健 那类的东西 那么 后来各样的原因 他就认识了 艾尔帕仙奴 做的 他是一个 时事节目的制作者 可以说是一个 幕后的记者 OK 后来 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最后 Russell Crowe 就变成了 因为他知道 烟草箱的内情 他是忍不住 他是觉得 必须要被公众知道 要爆出来 但是 那个烟草箱 是给他很大的压力 又害他 又抹黑他 各方面 但是 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是一个 露草箱 故事 里面有一些 要上庭 要打官司 的东西 亦有说 传媒责任 有些东西 一定要报的时候 报还是不报 那类的电影 即是 凡是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是 每一年都有一两出 这些电影 对吧 你想想 那些什么 Spotlight The Post Dark Waters Official Secrets 无限的多 很多时候都会拍得好看 因为这些电影 很多时候 这样的题材 会吸引到 一些好演技的人去拍 因为 是有机会 拿奖 很多时候 这样的电影 拍来拿奖 所以很多时候 质量也是高 但也有一些 拍得不好 例如 Truth 我就觉得 非常一般 但是 很多时候 这些 这样的电影 其实都很好看 我自己 也喜欢看的 只不过 这一出 他的题材 就 看上去 好像弱点 说烟草草 但是 Spotlight 他说 天主教 掩着 性丑闻 听起来 爆炸性 是多了 对吧 说吃烟 谁有兴趣 但是不是 这一出 是拍得很好看的 我觉得很刺激 很紧张 我觉得 他说的角色 我觉得 是 那些主角 阿尔伯仙奴 阿尔伯仙奴 Russell Crow 他们做得好 这些就不用说了 在里面 我有点点 驱惊的 就是 Christopher Plummer 他的气氛 也不少 也有一些 爆洩位 给他 他也做得很好 所以 我觉得 这部电影里 两个男主角 再加 Christopher Plummer 都是 他们三个 都是 top-notch 很好看的 我觉得 他们是可以演绎的 至于 那一个故事 就像刚才所说的 这类型的电影 差不多每一年 都有至少一出 其实都是拍得很好看的 但是 跟很多其他电影比较 我觉得这一出 算是中常 是拍得很好 因为他里面的故事 是说到 压力 是大得很厉害的 这个元素 在这一类型的电影里面 是很厉害的 娱乐性就是 在这里来的 是大得很厉害的 他是描绘得 刻画得很好 当然 Russell Crow 他如何 受压力 然后他那种很低调的那种 演绎方法 是 帮助那件事很多 你会觉得 哇 真的很可憐 很可憐 只不过想说些 他知道的东西 为何要害到他 他这样 所以 是很刺激 然后 去到 尾段的时候 我都以为 出戏差不多完 他不是 他还有 他还有 他直接 好像 开了另一条线 也是相关 当然 也是非常好看 一转转 变了 跟传媒道德有关 是一样的好看 一样的好看 所以 在这出戏里面 两个男主角 最初 你会以为 整件事 只关于 Russell Crow 因为他 是 但是 发展下去 不止 阿尔伯仙奴 那个角色 也是非常重要 也有很多 表现的机会 一样 是这么紧张 所以 我觉得 这出戏 是 有 两条主线 有一条 我不知道他有的 本来 我以为他只是关于 烟草商 他发展了两条线 然后 两边 都很好看 我觉得 是 所以 我觉得这出戏的娱乐性 是没得顶 他的长度是长 他两个半钟 但是眨眼看完 看完之后 我是十分满足 所以 这出戏 我是 相当推荐 我给他的评分是 A- It is that good It is very good